字幕提供 大家好,我是蕭寶 C-I-L-B-A-O 沒錯,哈哈 那這款遊戲呢,已經十幾年歷史有了 真的非常非常的悠久 那這款遊戲呢,也是在 單機遊戲年代的那個時候 有的,那這款遊戲在那個時候 也是非常非常的 經典喔,這款遊戲好像是在 我小學的時候吧,我有玩過 那我昨天睡覺的時候突然想到 欸,我以前玩過這款遊戲 對,那我想說今天來找找看 結果英文發現他現在竟然出手機版本了 哇,手機版本 現在那個科技真的是非常 非常進步了,以前的電腦遊戲 現在在手機裡面就可以玩到了 非常的厲害啊 那這款遊戲呢,叫做模擬鄰居 對,模擬鄰居,然後 英文就是上面這個 Michelle Rachel from Hell 對,沒錯,英文不好,英文不好 那至於怎麼下載呢 來,各位看一下畫面 進入到你手機畫面之後 你就要把下載APP的東西打開 然後搜尋這邊 搜尋 好的,那我們就直接來開始玩第一季吧 那最上面這邊呢 就是 操作練習的部分 好,沒關係,那我們先來帶你們看一下 所謂怎麼操作 手機版本要怎麼操作 OK,那我歡迎來到 地獄鄰居節目秀,我是導演 喬寶 在接下來的三集節目中 你將學會如何幫助我們 我們的英雄節目 節目英雄武迪,二整討人夜的鄰居 訴訟你想去的地方或物品 就可以向武迪穿搭指令 現在依照訊息向武迪穿搭指令 所以手機版本的話就是 比如說你點哪個地方 它就是往那個地方走 然後你點那個目的地呢 它就是可以過去這樣子 然後走到AD 然後我們再點這個門 我們就可以這樣子上下 OK 那我們再到C點這邊 OK 那這樣就完成了 那我們就直接離開這個地方吧 OK 喔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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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這個畫面真的是 喔 真的非常懷念啦 想到這個武迪 他那個動作 喔 我腦子想到的畫面就是 每次他整完他 然後他就手這樣比個7 然後耶耶耶 超懷念這個遊戲 嘖 啊,現在遊戲越來越多了喔 呵呵 現在這個 十幾年前的遊戲做成這樣 我覺得已經 非常厲害了 非常厲害了 遊戲很經典喔 沒有玩的人記得趕快去下載啊 好了 那下面是第二個 教學模式 呃,拿到一個麥克筆跟一個 彈珠 好,那我們就先 喔,他這指示是要我拿麥克筆去畫那個畫 OK 你就點你的物品 再點你要操作的東西 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就離開 然後這時候呢 我們要二整的人 他就會過來 呵呵 嗯 Champs 哦唷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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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這時候 就小心不要不要抓到 那它的怒氣值會慢慢的下降 對 那我們正式開始的時候 我記得它怒氣值跟 右下角它會有一個 完成的那個 比分表 對 然後你只要到達100% 基本上你就是完成任務了 我記得沒錯是這樣子 OK 然後 擺置 擺置完之後 下樓 對 然後我們就等它過來 等它被絆倒 3 2 1 欸 真的很可愛 這個遊戲 然後他每次只要被整 然後他就一直在那邊亂講 就聽不懂 他好像沒有語言的這個人 他就是在那邊 然後我們就 這樣子 這遊戲真的非常有趣 來第三章序曲 看一下 現在是入門教學最後階段 你將學會關於武敵的一些稍微複雜的指令 接下來幾集也會介紹鄰居的蟲 就如同你看到的 只要從衛叫 鄰居就會飛奔而來 喔 我懂了啦 所以我們到狗狗這個地方的時候 我們也要小心它會叫 然後迎來 主人 過來那個齁 欸 這邊是鎖住的 取出彈珠嘛 OK 好 然後欸 潛行模式 潛行模式就點這個鍵 對 這右下角這邊這個 然後他左路就會這樣 近敲敲 這個就是潛行模式 為了不讓狗狗啊或者是誰發現這樣子 然後這時候點彈珠 然後擺置彈珠 對對對 然後這個時候 我們再近敲敲的回到樓下 這樣子應該就是完成了 然後只要等鄰居經過C房間 所以我們要躲在衣櫃裡面 好 所以我們要觸碰 讓他 讓他 讓他走順便走上去 OK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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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邊應該就上去了 對 他上來了 然後他去的手上應該去窗戶那邊 啊 對 沒錯 啊 就被踩大了 哈哈 這樣就完成了 那完成之後 右下角這邊會有個綠色的 各位有沒有看到 那就代表完成了 沒錯 好 結束啦 那我們就來正式玩我們第一季的第一關吧 我們來開始二整吧 開始 OK 好 我們來到他家了 嗯 修手師就是一定要先 先去找你要二整他的道具 先把道具都準備好 那衣櫃呢就是專門來讓你躲藏用的 然後我們現在拿到一個臭屁墊 啊 對 臭屁墊 那我們就現在檢查一下這邊有什麼東西可以拿 呃 這應該是強力角 對 那左下角會讓你知道鄰居現在要去哪裡 那你就可以知道說他要去的地方 是哪個位置 可以撐他去的時候 我們就去他 空 他沒有人在的地方 去二整他的東西 那我就把 修手師應該是把這個 臭屁墊放在三方上 啊 沒錯 然後這個時候你就可以再檢查一下 有什麼東西可以整 好 下我電視 把他電視給 弄亂了 喔 他現在就要過來了 所以我們就趕快走 好 先躲起來 然後去看一下他二整畫面 啊 這時候發現電視被我弄亂了 哈哈 好 可愛 好 那這時候 好 那就說 臭屁墊 啊 它的怒氣值又飄了有沒有 啊 然後就會獲得一個怒氣值獎牌 右邊有沒有看到 但他只要到達頂端的時候 就可以獲得一個金牌這樣子 那這時候趕快上來 啊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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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要上來了 啊 我們就先 先憋上去 等他 那他這邊就是一個色老頭 要去拿妄飲金 看人家洗澡 或是偷窺人家 那我知道的話應該就是強力交往去黏他的望遠鏡 應該是這樣子 然後讓望遠鏡黏在他的眼睛上面 OK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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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沒錯 然後在做的同時可以先檢查附近有什麼東西 雞蛋 那雞蛋應該是使用雞蛋以及微波乳 OK OK 然後這時候就躲起來 接下來就整他過來完成我們的整人項目 那右邊這邊有兩個金幣 那代表應該是我們完成的進度 剩兩個嘛 那就是一個望遠鏡跟雞蛋 這樣就應該完成了 喔有有有有 又標了一個金幣了 那這邊就是右邊這個代表你要完成幾項 你完成一項會有一個金幣 對沒錯 好黏住了黏住了 黏住了黏住了 啊哈哈哈 他的眼睛呢 抽大了 OK 完成了 那他怒氣值又飄上去所以我總共完成了 然後又有兩面金牌 OK 那我們再來看下一關第二關吧 看電視時間 OK 開始 這關要怎麼玩呢 一樣 就先檢查櫃子有沒有東西可以拿 檢查五筒櫃 有一個 呃 鋸 鋸子 有一個鋸子 對 那我們一樣再來廁所看一下有什麼東西 呃 啊 這個是什麼東西 這個是褻藥 放在飲料這邊 讓它等一下的時候闖賽 我們要看一下電箱有什麼 電箱又有雞蛋 那所以一樣又是要放微波爐的 沒錯 那我們就先躲在衣櫃 讓它先去喝個飲料 啊 還要喝飲料去了 好 我們等它 欸 這時候我們就先 啊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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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躲起來好了 這個鋸子應該是要鋸什麼東西的 它應該 據我所說它應該是要稍等一下之後它才可以 就是 肚子才會有效 然後去大便 那這個時間我們就一樣先去把雞蛋放在微波爐 欸 應該是這樣子吧 來了來了來了 唉唷 它想大便了 它現在肚子在痛了 OK 這裡有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完成 沒有 OK OK 那我們就來 鋸一下它的 欸 鋸沙發 是鋸沙發 對 沒錯 那現在要去拿飲料 那其實你可以去 先仔細看一下它那個鄰居就是 規律它在做 規律的在做一些什麼事情 然後我們就可以知道 它去什麼時候我們可以幹嘛 這樣子 欸 吃一罐還蠻多要完成的 像我現在只 呃 雞蛋一個了 沙發也一個 那我還有兩樣要完成 嗯? 還有什麼要完成的 東西不是就是有這些了嗎 我好像要去哪裡拿 OK 它就大便了 OK 我們來這邊 檢查一下鋼琴有沒有什麼 欸欸欸欸欸 呃? 咦!? 這不是有東西可以� 那應該是 咦! 等等等等等 等它上來廁所這邊 ok 好 OK 我們來看一下廁所還有什麼可以拿 奇怪 嗯? 嗯? 奇怪,據我所知 以前電腦版的時候 後面有很多東西可以拿 喔,把衛生紙拿走啦 那他等一下大便的時候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擦屁股,是這樣子嗎? 啊,看一下看一下 他現在真的大便啦 嗯,非常舒服 喔! 哈哈,沒有衛生紙,果然 欸? 那還有一箱要完成 還有什麼東西要完成 這樣子看起來 真的不曉得還有什麼欸 來看一下廁所 欸欸欸欸 完了,被發現了 有,先檢查 都先拿一拿好了 這個呢,這邊都沒地方可以拿 檢查馬桶 這個馬桶沖水速度很慢 嗯嗯 啊,我知道了 衛生紙 丟進去 啊 水水水,完成完成 欸,沙發在等你啊 沙發等你住下去呢 是胖子 欸,該減肥了 胖子 哈哈 OK 這樣子就完成了 沒錯 耶 欸 多了一幅他奶奶的話 他奶奶跟他一樣長得很醜啊 就是一副那種 我不知道該怎麼講 答書樣嗎 哈哈 OK 一樣 等等他要去哪裡 喔,是一個蛋糕 我一下拿到了 炸彈 簽字筆 跟 補鼠器 那麥克比 一定是畫他奶奶啦 對吧 欸欸欸欸 他怎麼突然 哦 他拿信啦 那我就把 老鼠夾放在那個信封裡面嘛 對吧 OK 然後他再上去 沒關係 我們再來畫一下他奶奶 現在把這邊都完成 補鼠夾放這裡沒錯吧 啊沒錯沒錯 好,我們去廁所看一下有什麼東西可以拿 看到肥皂了 肥皂可以拿嗎 檢查肥皂做 果然可以拿 OK 沒有東西 這裡呢 馬桶 衛生紙 OK 有一些他整的東西好像都是固點 欸,完了完了完了 完了完了還要來 還要來廁所 完了完了完了 啊我就先丟一個 完了 哈哈 啊這太失敗了 先去廁所 先去廁所 先把他的廁所的東西弄好 因為他等一下第一步被補鼠夾夾到的時候他一定會先 來廁所拿OK棒 然後 把衛生紙丟到馬桶裡面 然後拿肥皂 然後把肥皂丟到體上 對,沒錯 然後我們等他這邊拿完他再上去的時候 放個補鼠夾 然後再放一個麥克筆 OKOK 先來畫一下 完成順序 OK 然後再放這個 然後 OK 這時候我覺得我先帶這個房間好了 因為他目前還不會來到這邊 OK 然後 這個炸彈應該就是 假裝這個蠟蟲的 OK 欸,不是 欸 所以到底要怎麼用 那炸彈是放哪裡的 可是我剛剛沒有點到喔 欸他很厲害 他可以自己一個一直吹蠟燭 然後又下去拿信封 他是到底有多少個信封 白癡 啊 靠 好,就拿信封了 拿信封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跟他來完成 樓上這邊的動作 OK 呃 拿雞蛋 我先把這個放在這裡看看 呃,對啊 我剛剛沒點到啦 可惡 OK,那這樣應該都完成囉 OKOK,他現在要上來這邊 剩兩個步驟了嘛 OK,就是雞蛋跟蠟燭 對 那那個蠟燭我估計應該就是 把炸彈放在蛋糕上面 然後就爆炸 對 OK,來看一下他拿 啊,微波爐微波爐 哈哈 很可愛啊 還沒時候折到油 不知道他可以折幾次 欸這位大叔 你幾歲啊 還可以折這樣子 折幾次啊 OK 現在看到他拿炸彈 炸這個蛋糕囉 哈哈 哈哈 完成囉 哈哈 耶 OK 好啦,那各位觀眾 我們今天就先玩到這邊啦 那如果你喜歡我玩這個遊戲的話 那你就留言告訴我 並且幫我按讚 分享我的頻道 也不要忘記幫我訂閱一下喔 那各位觀眾 我們今天就先玩到這邊啦 我們下次見 掰掰